哈囉大家好 中華電信魚上個月12號呢 又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消息喔 就是率先導入了5G 2CA載播具和功能 來提供更快速的一個行動標榜體驗 這段期間呢 就有很多的網友來私訊我 希望可以做一些講解跟實際的測試 那說到這邊呢 愛證也就趁勢來推廣一下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測速的頻道 就是專門測試全台各家業者的一個網速表現 跟各個頻段的記錄 那至今呢全台已經有累積超過1200個定點以及移動的一個測速了 雖然說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中北部比較多 但是南部呢我未來也會繼續的努力 那比較一些即時的頻率移動啊 最新的測試呢 其實我們也是優先發佈在這個測速頻道 好比說這一次中華電信宣布開台這個5G 2CA載播具和 在9月份呢就已經測到這個5G NRCA了 所以如果你有在關注的話呢 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一個消息 那當然愛證也非常感謝一些網友啦 有些熱心的網友 他們也都有在做這些 各電信的一個隨機測試啊 甚至他們可能測的還比我認真 因為我這邊是比較分散的 各家電信都要測各個地點 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測的那麼行 那也歡迎大家去關注他們的頻道 好那現在我們把焦點回到這篇中華電信的新聞稿 那說到這個載播具合呢 相信大家對這個名詞應該是非常的熟悉的 4G這個CA載播具合大家每天都在用嘛 像中華電信最高有5CA 遠傳有4CA 台灣大哥大3CA 台灣之星跟亞太有2CA 那5G網路呢也有所謂的載播具合嘛 從這個新聞稿宣布出來呢 當然肯定就是有的嘛 但是到這邊你可能就會問了 5G還有哪個頻段呢 可以來做載播具合呢 於是呢我們現在就來檢視一下這個頻譜的一個分佈情形 這張圖呢是目前合併之前五大電信的一個頻譜分佈減圖 那5G的頻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下半部這邊 這邊有一個FR1就是SUB6的頻單 那目前政府釋出的是3.5GHz也就是N78 這個就是目前有開台的5G頻段 那還有一個是下面的FR2這個是毫米波的頻段 28GHz N257 但是我們也知道毫米波的頻段目前還沒有正式的開出 甚至說在台灣上市的手機也沒有支援 所以這個目前還不用看 那這樣看起來5G頻段不就只有N78嗎 那這個載播具合是跟誰聚合呢 那其實新聞稿裡面有寫到 答案就是這個2100MHz 這裡有一個15MHz的頻寬 那你說怎麼中華電信有這一塊可以來做載播具合 我們先把時間倒回到3年前了 5G剛開台的時候 其實在中華電信5G開台的發表會上面 他就已經有講到了 5G開台他們就有3.5GHz的頻段 以及2.1GHz的頻段 那也有提到了這個2.1GHz的頻段呢 主要是供室內場域 以及涵蓋的一個補充 那3.5GHz呢是做上網的一個速度阻力 那為什麼中華電信他有辦法拿這個2100MHz來開5G呢 我們再回來看這個頻譜圖喔 我們把中華電信持有的頻段給highlight出來 撇除掉這個還沒開的毫米波頻段 以及2000MHz這邊還有5MHz 目前是做3G在使用啦 這個我們先不要看 那我們現在仔細算一下中華電信到底有幾個平帶喔 這邊有1234567 中華電信光4G就有7個平帶可以來做使用 也就是他在4G是可以開出7CA的 可能會問為什麼這個900這邊啊 這兩個10不是黏在一起的嗎 為什麼不要像這樣子一次20要把它去切一刀變成兩個10喔 這個主要是因為3GPV的技術規範啦 在這個band8這邊呢 他的頻寬呢最大就是只有支援到10MHz 除非說你開5G的話才有支援到這個20MHz的頻寬 所以那個時候愛真也有在想說 中華也許以後900也可以拿來開出這個 5G M8的一個頻段就是因為他是可以 一次20MHz開出來的 只是短期來說中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計畫 所以回來如果你想要這兩個頻段就是3650加 3750的話你必須開出8B的CA 就是band8加band8 但是因為業界普遍是認為低頻的這個CA效益是不高的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電信商這樣開 你的手機自然也就 沒有支援這樣子的組合 所以目前來講這個900的頻段 即便說兩個平台都有開出來 你也只能收到其中一個 但是這樣算起來中華電信還是有6個平台是可以組到6CA的 只是我們知道大部分手機大概都是支援到5CA 即便有一些旗艦的機種能支援到6CA甚至7CA 但是他們大部分的組合 是搭配一些TDD的頻段 也就是band40幾那邊 所以幾乎很少有手機是能支援中華電信這種6CA的一個組合 加上這個6CA也是這個3GPP release 13之後 後來才解禁 不然之前最大是5CA而已 後來才開放到32CA吧 但是這個只是規格上面宣稱的 應該沒有人這樣子開然後也沒有手機能支援這麼多的CA 那還有一個因素呢是這個271的頻段 其實早期呢就是3G在使用的 即便你現在看各界業者還是都是 有拿去開3G在使用 是直到後來3G執照到期之後呢 NCC呢才重新做這個4G的第3波試照 讓業者來競標 那基本上各業者就是 又標回來自己原本3G在使用的一個頻率的位置 那只是說這次有多釋出這個5MHz 那中華也就順勢的把這個E12給標下來 各業者標回來之後還是會拿至少5MHz再 回去開3G 當然其他新的平台他們有拿去開 4G 只是對於中華電信 因為他已經有5CA了 所以 新的這個頻段 反而是一個比較閒置的狀態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目前中華電信在 Band1 2100平台的運用情況 基本上在3G的時候呢 中華就是開兩個3G的一個平台 一個是10762 一個是10787 那兩個平台呢就可以組成所謂的 DC HSPA Plus 理論的速率就可以來到 42MHz 雖然說這只是理論值 但是當時確實 很多地方都有開這個 Dual Carrier的 HSPA Plus 那到標下後面這一塊 E12之後呢 才有部分地區拿出來開這個 4G 但是這個開的真的沒有很多 然後再到後期 4G服務逐漸普及之後呢 這個3G的這個10787 中華就慢慢把它關掉了 就只保留這個 107有2 這時候如果原本是有開 4G Band1呢 他就把它擴平成15MHz 就平點就變525了 那如果說原本沒有開的地方呢 那右邊這一塊 中華就是閒置著 這也是為什麼中華電信有這個資源 可以在5G開台的時候就宣佈說 我要開兩個頻段 一個是3.5GHz 另外一個是 2.1GHz 那也就是新聞稿寫到的 運用5G連續頻關的3.5GHz 與重更成5G的頻段 就是2.1GHz 然後再結合4G的這三頻 那這邊大家會常常看到一個詞 叫做重更 就是把舊的平台拿來給新的技術使用而已 像這個把 原本4G再用的 平台重新拿來給5G運用 這個就叫做重更 Refarming 他就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那了解了中華電信這個 21S拿兩個頻段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到底哪些地方呢 已經開出了這個 NR的2CA 那關於這部分呢 新聞稿中呢 也有提到 就是於全台的重要商圈 大專院校 科技園區 國道服務區 等重訓物的一個 地方 就有先開出來 但實際上是不是這些地方 其實我們還是要看那個地方站台的一個配置 因為基本上你要組2CA代表說你這個地方一定要有N1的站台 不然你要跟誰組 就是N78跟N1組 那從中華2020年開台的時候 他們講到這個N1的頻段的部署區域 你就可以看到主要是室內 那室內基本上就不會有N78的訊號 這邊也沒有寫室內 他的重要商圈應該是講戶外的商圈 像右下角他這邊講信義商圈有部署 36GHz 是個戶外的商圈 那2000億另外的重點就是交通的樞紐 像這些高鐵的 捷運 不過這些地方像室內 地下的 這個也都是 只有2000億 他沒有3000 所以這邊他也沒有寫到什麼車站 所以這個是合理的 像交通樞紐 他只有寫到這個休息站 那大專運校這個其實就不一定了 因為有些學校他沒有開N1的頻段 那基本就不會吃到NR2CA 所以綜合來看 基本上就是迅物量大的戶外N1站台 是優先能收到這個NR2CA的 那艾珍最近也就正在進行密集的測試 那當你吃到這個NR2CA的時候 像這個是三星的手機 這邊就可以看到NR的這個載波數 就會是2 然後就會有一個S1 就是CA的頻段 是band1 頻寬是15MHz 頻點是43229 然後你的主頻段是N78 那這個是街上軟體的一個顯示結果 在這個NR載波去核就會有看到有一個band1 被加入進來 就是這個S1 這樣子就是吃到了這個 N78加N1的2CA 但說到這邊呢 我們之前測速頻道測到了那個 NRCA呢 艾珍其實是利用鎖頻點去測的啦 就是那時候我是鎖N1的頻段 因為N78基本上測是沒有測到 那時候鎖N1然後才 突然測到有N1加 N78的一個2CA 但是綜華現在開出的這個NR2CA 他是反過來的 他是N78去加N1 然後N78跟N1都是要有相同的PCI 像這個都是371 那比較奇怪的就是他這個CA一定是要這樣子組了 像你看這兩張圖 這個是禮拜五在台中七期那邊測的 就是你會發現說 當你的主頻段是N78的時候 是可以吃到這個NRCA 跟N1去組 但是一旦呢 你的主頻段是連到N1 你就發現呢 NRCA就不見了 NRCA not present 所以這個中華目前開的CA 他是要用N78去加上N1 反而不能N1加上N78 那再來是對這個N1頻段的一些補充 中華這個N1是沒有開所謂DSS 動態頻譜共享的 也就是N1他是全部給5G 所以剛剛提到了如果你這個地方 還有4G Band 1的訊號呢 那你就不會收到5G N1的一個訊號 那我們剛好講過4G Band 1基本上是北區開的比較多 在上個月10月的時候 還有測到好幾站 4G Band 1的訊號 像這個是在 桃園測到了 就是這個頻點是525就是這一段 我們發現桃園新竹其實還有一些地區 都還有開出來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中華以後就是會把它轉成 5G N1的訊號啦 那對於之前已經有N1站台的地方 如果是訊物量大的點 大概就會優先開出啦 如果你那邊都還沒有N1的訊號 也沒有4G Band 1 那可能暫時就還不會收到2100 因為這個2000也是要另外再架天線 像5G上了3.5GHz之後呢 很多站台的位置也都 變得很擠 已經沒有那個空間可以讓你在架 不然就是要 換掉去改成那種 多頻段複合式的天線 所以這個N1也不是說要上就上了 有些地方就是空間已經不夠了 那你暫時就還不會收到這個 5G的2100 這邊是分享我這幾天有做一些 錄測啦 但是這個錄測結果呢又顯示說 即便有些地方已經有 N1的訊號 但是他還是沒有 開出這個 NR的2CA 所以就如同新聞稿說了 目前是訊物量比較大的地方 才有開出來 不然你可能會說 既然有N1也有N78 那不是設定設一設 理論就可以 開出NR2CA 但是有些地方就是沒有測到 像這個台中這樣隨便測下來 大概有測到12站 有N1的訊號 那其中有8站有開出2CA 但是也有4站是沒有開出來的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是不是截錄的門檻沒有達到 這個要等後續再繼續的 測試 那除了台中之外呢 艾珍也有到苗栗去測試 結果發現也都有開 所以這個不限於都會區 而且這樣看起來好像苗栗 開的還比較多 可是你說苗栗的訊物量會比台中的大嗎 應該是不會 所以艾珍也沒有辦法知道到底 中華是怎麼評斷哪些站要開 這個也要再看看 也許說搞不好年底就全部開出來了 好那現在知道有這個N2CA開出來之後呢 也許你也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測試 但是想要收到N2CA呢 當然除了業者有開之外 你的手機也是要支援N2CA的 才收得到訊號 那有哪些手機支援中華電信的N2CA呢 這邊艾珍還是推薦兩個地方可以去查 第一個就是這個Mobile 01論壇上的Peter Da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就是他有整理各個手機的一個 CA載播組合 從4G的時候 他就開始整理了 整理這些資料真的是蠻辛苦的 特別是現在5G CA然後又跟 4G EMDC 各位知道這個CA組合 很多都是上千組 所以5G CA目前Peter大師先整理說 他連上5G CA的時候還同時支援4G幾個頻段 大概是先朝著這個方向先整理 最近應該是蠻忙的 各位可以去他的這個Google表單 來做查詢 看你的手機有沒有支援 那另外一個也是我們先前介紹過的啦 就是這個CA combo的網站 各位可以去搜尋你的手機型號 看看有沒有支援 基本上就是在搜尋框這邊 你打上N78-N1 像這邊 N78-N1他也可以跟 Band 7啊 再加兩個Band 3 就是等於說是 5G 2CA再加上4G的 3CA 總共是16個串流 那如果說你在這邊打完之後呢 發現出現的結果是0 那很抱歉 這隻手機大概就是 沒有支援中華電信的這個 N78-N1的 2CA 好那現在呢你拿著一隻有支援中華NR21的手機去測 但我猜你有可能測半天 又來跟艾森反應說 欸怎麼好像什麼都沒有測到 5G加符號都沒有出現了 難道吃到NR21 手機是不會顯示5G加的嗎 不曉得剛剛各位有沒有注意我們那些截圖 上面的5G符號有沒有顯示成5G加呢 沒有注意沒關係 我們現在再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三星的Service Mode 這邊一樣可以看到 主頻段是N78-630912 然後這邊有 CA頻段是Band1 432290 所以這個有吃到 ANA的2CA 但是各位看上面的符號 欸 他的確是顯示5G 而沒有顯示5G加 或者有些人會使用一些第三方的App 比如說NetMonster 你會發現NetMonster對於4G的頻段會顯示 什麼1800加2600加1800 可是5G NSA 他也沒有給你顯示成3500加2000 可是你看我同時開三星Service Mode 確實他有吃到NR21 但是 訊號格是顯示5G 那這樣子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吃到 或者說我們先前用那個小米手機去測到這個 N1加N78 你會發現 訊號格依舊是顯示5G 那有些人想說我可以用安卓的測試模式 這個先前我們也介紹過 這邊就可以看到連線的情況 結果你發現 這邊有吃到NR21 但是從這邊還是看不出來 我們只能看到你有連上5G 上面藍色框是4G 下面是5G 這邊也看不到有 兩個5G的頻段 那這樣子假如你的手機沒有像三星Service Mode的這種工程模式 你根本就不知道 有沒有吃到 那說到這邊我們就要回到這個訊號格符號的一個顯示問題 其實對於手機的訊號格要怎麼顯示呢 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這完全取決於你的手機商跟電信商 就好比說在4G的時代 安卓手機基本上吃到CA載播區 它會顯示4G加 但是iPhone就不會 iPhone永遠都是顯示4G 沒有看到有顯示4G加的 那5G有沒有5G加呢 也是有的 所以你也會看到5G加的符號 甚至呢 你還會看到一些奇怪的符號 比如說 這個5G UW 這是怎麼回事 那確實5G相比4G來說是複雜的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5G有NSA 非獨立組網 也有SA獨立組網 然後在平台的部分又分為 FR1、SAB6 跟FR2毫米波的頻段 所以5G訊號格的顯示實際上就變得很亂 像左邊這個5G UW是iPhone 於是呢你就上iPhone的官網來查詢一下 不查還好 結果一查發現 居然原本訊號格顯示很單純的iPhone 在5G時代一口氣就給你搞出了 5種5G符號啊 是不是很誇張 但這個還跟電信商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早期就是先主導 毫米波的頻段 是後來發現毫米波真的很難推 才又回去搞SAB6 所以這些電信商都一直在尋成 自己的毫米波頻段 當你收到毫米波頻段的時候呢 我就要顯示一個特殊的符號 來跟你講你現在是處於超快速的5G 於是就搞出了這些怪符號 像這個5G UW 這個是那個Verizon電信商搞出來的 叫做5G Ultra Wideband 超大的頻寬 就是當你連接上毫米波頻段的時候 就給你這樣子顯示 那這個5G加呢 這是AT&T的一個顯示方式 也是同樣意思 就是連上毫米波頻段的時候 顯示5G加 那美國還有另外一家電信商啊 就是這個T-Mobile 他也搞出一個5G UC的符號 叫做Ultra Capacity 超大的容量 所以實際上呢 這三個符號 的意思是一樣的啦 有沒有看到說明他其實都是寫 更高頻率的5G版本 意思就是連上毫米波啦 只是這三個電信商要求顯示 不同的符號而已 那下面這邊喊一個 5G E又是怎麼回事 這個東西完全是來鬧的 他跟5G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你連上4G 可能多個載播聚合 比如說4CA 他有點像那個華碩手機嘛 各位知道華碩的手機在那個 ZenFone 6之後啊 當你4G連接上4CA以上 或是吃到4X4mimo的時候 他會顯示成 4G++ 就是還發明一個4G++的符號 這個有點那個意味 這個是AT&T那時候亂搞 那時候應該是被罵得很慘 因為這個完全跟5G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不曉得現在美國iPhone上面 還會不會有看到這個符號 這個大家就不要看了 那最上面這個就是一般的5G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5G的符號顯示呢 不再是限於載播聚合 他反而是用平帶來做顯示 但是這個也不完全一定 還有一些國家他們早期開出的5G是 更低的頻段 那時候他們顯示5G 然後最近呢 他們開了那個3.5GHz 就是我們現在的N78 結果他們就設定成 連上3.5GHz的時候 你的手機就顯示成5G++ 然後連上比較低的頻段顯示成5G 所以實際上在不同DG不同電信上 這個顯示方式還是可能不相同 那你說這個5G++ 就跟載播聚合沒有關係嗎 也不完全啦 因為實際上呢 當你連上毫米波的頻段的時候呢 其實就等於是5G載播聚合 因為大家知道毫米波的頻段他的頻寬都很寬嘛 但是一個5G載播的頻段最大就是 100MHz 這個是技術規範 所以當你連接上毫米波的頻段的時候呢 會是好幾個100MHz 疊加而成的 那在技術上主流是可以 疊加4個100MHz的載播啦 所以總頻寬就會有400MHz 那毫米波現在沒有開我們測不到啦 但是外國人家其他電信商有開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像這邊我就找了這個 網路信號大師 他們這個App示範了一個截圖 這個NCC是440 440應該就是日本啦 他們就已經有開這個 N257毫米波的頻段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毫米波的頻段 他其實是4個100MHz的載播去組起來 所以各位別看這個毫米波跑到2G 非常誇張的速度 他的本質還是因為他的頻寬非常的大 就是4個100MHz的載播 然後每一個跑500MHz 這樣子疊加出來而已 也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神秘啦 但是這樣子4個載播疊加起來 你當然也可以說他是吃到了NRC啦 所以吃到毫米波就顯示5G加跟你的認知 吃到載播聚合 顯示5G加 其實兩者也沒有衝突啦 甚至是有一些手機還可以支援到 更多的載播疊加 像比如說這個我在CA Combo網站 隨便搜尋一個 N261N 什麼叫N261N 這7個毫米波頻段去疊加起來 所以各位看到是 1234567個 N261 然後再加上一個 N77 像你看中華電信毫米波也標了600MHz 那他到時候也就會有6個100MHz的 只是說3GPP的技術規範 400而已啦 如果你要再 疊加更多的頻寬你就要再把 直載播間隔再弄得更大 比如說240K 480K 甚至是960K 那就是一個選配的規格 那所以說回來目前中華開這個 NR2CA 沒有顯示5G加的原因 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是NSA的關係 一旦說 這個賣向SA之後呢 再吃到這個N78加N1應該 就會顯示成5G加了啦 就是只要你的NR這邊是有兩個載播以上 只不過以現在開台電信箱大部分就是先以吃到毫米波 才給你顯示5G加為主 不然你看日本這個毫米波也是部署在NSA之下 他也不是SA獨立主網 只是說這個符號就是各地的顯示可能不一樣 像如果今天中華電信要求 手機商要顯示成5G加 手機商配合韌體更新 也是可以達到說 現在NSA架構然後吃到NR2CA就 給你顯示上5G加 這個也是做得到的 只是目前來講還沒有 所以各位如果沒有軟體沒有工程模式 然後看不到5G加這個暫時也沒有辦法 就不知道這邊到底有沒有開出來 好那現在再回到新聞稿繼續講解 就是於這些地方 率先導入5G-2CA再加上 4G-4CA 欸這個時候呢問題又出現了 我們影片一開始不是說中華電信的4G是有5CA的嗎 為什麼吃到5G-2CA的時候呢 4G反而少了一平 你不是說這個2CA是拿2100的嗎 那4G應該還有 兩個ban的3 兩個ban的7加一個ban的8 兩者之間沒有影響啊 為什麼4G會少一平呢 這個主要還是跟你的手機支援 是有關係的 目前的手機沒有辦法支援到這麼多的一個 CA頻段 好像右邊這張是CA Combo的截圖 這個好像是三星S23還是iPhone15有點忘記了 我們這邊打N78加N1 各位就發現 他能支援的 就是這個7733 5G-2CA加上4G的4C 當然這個不一定要7733啦 跟band8也是可以組 這個組合在下面呢 我沒有截到 他是沒有一定的 但是就是只能再組4個 那我們前面也有提到有極少數的手機 他是可以支援5G-2CA再加上4G的 5CA的 就好比說我們前面那張毫米波的圖 各位剛剛有沒有仔細看 他吃到毫米波的時候 他4G還有5CA 有沒有 這個是超厲害的 但是各位看一下他的頻段 我們有說 如果能吃那麼多CA 大部分都是TDD的頻段 像這個band41 band42 這都是TDD的頻段 那中華這些FDD的頻段 就沒有手機能這樣子 吃5G-2CA又吃4G-5CA 沒有這麼多組合 那你說這樣子5G多一平 然後換4G少一平 那這樣加總起來的 網速會更快嘛 所以這邊我們就要來看這個 中華5G M1 到底可以跑到多快 他對我們網速提升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這邊也列出這個速率的一個理論值 在15MHz頻段下呢 如果是2x2μm的天線呢 是可以跑到165M的 而如果是4x4μm的天線呢 只是可以跑到330M 那基本上中華的M1呢 大部分都有上4x4的天線 只是說如果是室內戰的話呢 一般是會跑Rank2 像這個是室內戰 但是你看也跑出140M的啦 跟165M也沒有差到多少 而對於室外戰的話呢 就可以Rank4全跑了 像右邊這張圖 是在台中向上路那邊測到的 各位看到 這個M1的頻段 跑出了231M 這個一定是超過Rank2的 因為Rank2就是165M 可是你看他跑到230M 所以這個中華M1的速度還是不錯 更何況呢 現在頻寬只有開 15MHz出來 等到之後呢 這個3G10762有關台之後呢 中華就可以再把M1擴平成 20MHz 這也是為什麼左上角這個表 還有寫到20MHz的情況 就是以後3G關台之後 速度就可以再提升25% 所以整體的速度呢 在新聞稿最後面也有提到 他說可提供 行動下來速率峰值超過2G 相較之前呢 是在提升了10%以上 那這邊愛珍也整理一個表來做一下試算 就是 原本的N78加上 LT5CA跟現在的這個 NR2CA再加上LT4CA 這個4CA我們剛才也說也可以跟 Ben8組 但是沒差 因為中華的頻段他就是 兩個頻寬是20 兩個是10 所以你即便吃到Ben8的頻寬也是10 那理論值一樣是95MHz 這個跟誰組都一樣 那中華N78的頻寬是90MHz的 大概理論輸入在1.35G左右 之前我們實測也有曾經測到1.1G 所以非常厲害的速度 那這全部加重起來呢 之前是 2015MHz 那現在有NR2CA的話呢 加重起來大概是 2250MHz 換算之下呢 是提升了 11.6% 和這個新聞稿說的提升10%以上是吻合的 那這個峰值2G還是要看他們是怎麼去算 因為像這個我們都是以 2x2MIMO的 256框去算 然後N1跟N78是有上 4x4MIMO 但是這個無論你用什麼去算 他也是一個等比的關係 但是這個速率呢 畢竟還是理論速率 因為有一個很現實的東西叫做AMBR 就是APM的最大聚合速率 基本就把你限制在1600MHz 所以上面這張圖基本上 已經是跑到了這個AMBR的上限 不然你說以這個訊號條件說不定還可以再更快 但是很抱歉 中華就是限制1600MHz 而且這個還要是 1799以上的5G方案才能跑得到 如果你是1399的方案呢 很抱歉你的AMBR是 1100MHz的下行 這個數字就是真的只能讓你看 你是測不到的 好 那我們花了這麼大的篇幅 談了中華電信的這個 NRCA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其他業者的一個情形 這個中華電信有 NRCA 那台客大 遠傳 他們沒有NRCA嗎 那在開台記者會呢 像台客大他確實沒有特別提到 他們有 5G的第二個頻段 這個林之城 當時他就只有講 3600GHz的一個基站 那遠傳也沒有 但是在遠傳的官網上面呢 倒是有寫到這個 建構最佳的內外兼修網絡 也就是中頻3600GHz 還有低頻700跟2100 那實際這兩家業者 有沒有開出N78以外的5G頻段呢 答案是有的 那就是開出所謂的700MHz 也就是Band 28的頻帶 那你會說這個頻段不是目前 4G都還在使用嗎 那他是怎麼樣拿來給5G用的 那其實他們就是開出所謂的 DSS 叫做動態頻譜共享 也就是說這個頻帶的資源是動態分配給4G和5G共用的 只不過實際上DSS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術 我們在這影片暫時也沒有辦法細講 就是先跟各位說一下他們是用DSS的方式開出來 不過這兩家業者對於這個700MHz開出5G的一個策略還是不太一樣 艾珍決定還是把它分開來講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台哥大這個N28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5G開來之前就是4G Band 28的頻段 這邊其實台哥大在早期4G就藏到了甜頭 因為他飆到了這個700MHz連續20MHz的大頻款 所以在建設初期他可以憑藉著這個低頻 來衝高涵蓋率 有20MHz的大頻款 跑出來網速也不賴 這個真的是低頻開台的一大優勢 那到5G開來之後 這個台哥大就很想趕快把N28的5G給開出來 只不過呢 那個時候DSS動態頻譜共享的技術還不完善 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但是台哥大本部級他為了宣傳自己的5G他就是要開 不然他的頻寬比不過中環也比不過遠傳 直飛有一樣這樣不行 所以他們就利用這個N28的5G想要先來沖一波涵蓋 於是呢方法非常的簡單粗暴 就是把這個700MHz的頻帶 直接給他切一刀 切成 一半給4G用 一半給5G用 然後在很多室內啊 捷運啊 隧道 全部都開出來了 這個速度真的是超快 台北捷運啊 甚至很多商場 像台中的IKEA 很早就測到了這個 台哥大N28的訊號 甚至 我們那時候不是去測那個 蘇滑改嗎 我們發現居然蘇滑改的隧道 全部台哥大都開了N28 真的是超級的快 當然只是說這個N28是舊架構啦 他是不需要更換什麼硬體設備或填線 那就是韌體升級一下 設定調一調就可以 開出來了 就是讓你感覺 在室內啊 隧道啊 我台哥大都顯示5G5號 但是中環遠傳都沒有 都還是4G 好的這種感覺 只是頻寬減半就是4G的網速也會被犧牲 那時候我們有說 你如果看到你的這個 4G頻點啊 變成9610 那就是頻寬被70半拿去給5G 那整個DSS技術比較成熟 還是在2022之後 那時候 台哥大也就馬上把它改成 DSS 所以你是4G還是5G 你看到的這個頻寬 都會是20MHz 因為他是動態的 調配支援 只是當DSS技術出來之後呢 台哥大就開始改設定 他們把很多的室外站台呢 也都用DSS的方式 開出這個N28的訊號 比方說有一些 比較偏遠的鄉鎮啊 因為人口少效率不高嘛 不會優先去建3.5GHz 那這時候台哥大呢 一樣可以 先讓那邊的記憶台 開出5GN28 DSS的訊號 這樣子那些地方也會說 我這邊鄉下的地方居然也有5G訊號了 但是這個5G是N28 你發現撤起來的速度怎麼跟4G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那時候才會很多人說 你這台哥大開這個N28根本就是假5G啊 人家中華遠船 連偏向都在批命蓋3.9GHz 台哥大怎麼沒有工程師去換設備 然後設定調一調 5G信號就發射出來了 那時候就是被人家說 這個就是在透支部撐涵蓋的一個情形 就是用這種N28 但是說到這邊 如果多數站台都已經有N28了 那這樣子如果是在都會區 不就有N28又有N78 兩個5G頻段可以組成N2CA了嘛 說到重點的 的確是如此 實際上呢 台哥大早在2022年就已經開出所謂的NRCA了 這邊又再宣傳一下 如果你有看測速頻道的話呢 你看 2022年11月 就測到台哥大開出 NRCA 是N28加N78的組合 只是說如果你硬要認為 台哥大的這個N28是假5G的話呢 那你可能就還是可以說中華是率先開出來的 不然實際上台哥大早就開了 不過他們也可能知道這N28 就是讓你看5G符號用的啦 所以 當時台哥大開這個出來 也沒有特別的宣傳 也沒有發什麼新聞稿 所以到現在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台哥大已經有這個 N28加N78的NRCA了 但是台哥大也沒有說讓你優先去連他啦 不然你在都市 互外結果一測 怎麼5G會是N28這樣子也不太好 基本上是在N78訊號比較弱的時候 他才會讓你去揭露 那我們確實也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測到這個 N28加N78的一個 NR21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有測到的情況 訊號大部分都是在 土通到稍差的 甚至還有這種跨站的 不過其實這不能確定啦 這個也許是一個站有好幾個sector 因為你看他的PCI 也都在504之後 但是有一項特點就是 台哥大的N28 他的這個SSB的Bean Index 都是設2 他們就是這樣設定 但是對於台哥大這個NR21 比較不解的就是 他們也有限制這個 CEA的一個組合順序 一定是N28要作為 主頻段 才能再把N78 加入到CEAP 這個就有點奇怪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 N78訊號弱的時候 才會接到N28 那這個時候你再加入N78 那N78訊號不是往往又更弱嗎 不確定為什麼他們都要限制 CEA組合的一個順序 但是最近確實有一些 站台他有調整參數 有時候在訊號好的地方 也有機會去 幾乎到N28 然後再跟N78去組 NRCA 像你看左邊這張圖 就是在 訊號比較普通的情況 N28就只有跑19.5M 就蠻慘的 N78跑240M 那右邊這張圖就發現 在這個訊號不錯的情況 也是連上這個N28 平點是15845 N28跑出58M N78跑出450M左右 但是這樣子就變成說你的上傳還是用N28去跑 就沒有辦法發揮到N78的高王數 所以才說台客大限制這樣的組合是有點奇怪的 反而中華是N78組屏然後去加上N1 這個還比較合理 好 那講完了台客大呢 現在我們來看到遠傳的N28 遠傳的700MHz 只有標到10MHz的頻款 遠傳的主力就是中高頻 所以Band3 Band7都有 20MHz的連續頻款 就是第一頻稍微比較少了一點 所以遠傳基本上N28並沒有打算很早就開出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嘛 早期這個DSS技術還不成熟 那你這個頻款只有10MHz 如果遠傳還像台客大一樣 7里半那4G 5G都剩5MHz 那幾乎根本就沒辦法用 所以遠傳的這個N28是到2022年 DSS技術比較OK之後 才開出來 那主要是部件於室內的商場 或者是捷運 那時候我們到2022上半年 才開始在捷運在一些地方有撤到遠傳的N28 而且那時候還不是整條捷運都有 它只有幾個站有撤到一點點的訊號 而且還非常的不穩定 像這個N28跑不太動 那時候可能還在調適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確實已經是DSS的訊號 我們可以看到Carrier的Bandwidth是 10MHz 然後也有可能有一些干擾問題 它的頻點有做一些偏移 所以這個155 107 然後除了捷運跟極少部分的室內商場之外 其他地方也都沒有 那好在說到了去年6月呢 遠傳是跟亞太完成的頻率改配 那終於是拿到亞太700MHz的A3平帶 所以這個N28就得以擴平成15MHz 也就是現在的情形 那之後呢 遠傳又開始在一些 隧道的部分 也有在慢慢開N28 像今年愛成終於在一些高鐵的隧道是有 測到這個遠傳的N28 平點是1560 30 但是台鐵跟 公路的隧道好像還是沒有開 對於室內商場的部分呢 遠傳倒是有一些作為 就是最近他們開始導入室內型的 N78站台 好像他們自家的大圓百 我們已經有測到有室內型N78 這點還蠻厲害的 你看人家遠傳都是 10打10的boot305GHz 連室內都要boot305GHz 那N28這種就是真的像隧道這種 沒有N78的架構他們才這樣開 不然其他地方遠傳真的是不太開N28 OK那這邊來做個整理啦 就是三大5G第二頻段 也就是拿4G重耕的頻段來做比一比 分別就是遠傳的N28 台客大的N28 還有這次的中華的N1 基本上主要的差一點是在 DSS動態頻譜共享的部分 遠傳跟台客大因為700都還是4G在使用 所以他們有開DSS 那中華這個N1是沒有的 那因為這個N28也是舊架構 所以在天線配置基本上第一頻都是配 2x2MI 所以跑出來的網速大概在100Mbps左右 那實際普遍網速因為又跟4G共享 以及DSS本身的一些損耗 常態的網速大概只有50Mbps或是不到 那中華的這個N1確實是10打10的N1 而且他們都有上4層是MI 一般普通的訊號撤起來可能就可以跑到100Mbps 那在訊號良好的地方 跑到200Mbps以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對於部件的地區 中華N1就是剛剛新聞稿講的那些地方 還有他原本室內商場跟捷運 還有隧道的一些涵蓋 那台客大N28基本上就是大多數的站台 他們能開的幾乎都給他開出來了 而遠傳的N28主要是侷限在捷運 以及今年的這個高鐵隧道的部分 而對於室內商場的部分 而是慢慢有換成N78 Small Sale的一個計劃 那對於NR2CA的台客大在去年 其實就有開這個 N28加N78的一個組合 只是這個N28一般來講要在N78比較弱的地方 才會去接入到 那中華呢只是在最近開出這個 N78加N1的組合 那優先於這個戶外 訊物量大的N1站台來做開台 那這邊是補充N28或是Band 28的一個 測速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 遠傳的N28呢大概是跑到100Mbps左右 在訊號很好的環境下 那台客大的N28因為頻寬是比遠傳多5MHz嘛 所以網速大概就是加四分之一 就跑到120Mbps左右 只是這邊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個N28如果是開DSS 真的就是為了 5G符號而部件的啦 不然各位看如果 台客大這個700全部拿去開 Band 28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跑到170Mbps以上都沒有問題 所以才會很多人把N28視為是假5G啦 你不要開DSS你全部開 Band 28 反而速度是會更快 除非說到好幾年後4G也沒有了 你把這個700拿來開N28 才有辦法發揮出這個5G更高的一個 頻譜效率 不然這個開DSS其實還是中間還會損失一些資源 就沒有辦法說跑到很快的網速啦 OK那以上是個電信目前5G頻段的一個情形 那再來我們就要談到未來的一個NRCA了 特別是現在要合併了嘛 那合併後呢就有更多的頻段 那是不是就可以組合出更多的NRCA呢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這個是現在的一個頻譜分配情況 各位盯好喔 現在準備要合併成三家業者了 321 合併 這個就是合併之後的一個頻譜情形 那這邊基本上毫米波的頻段我們先不要看啦 因為短期內應該是還不會開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台歌大這個900這邊 有頻譜鈔票的爭議 這個我們也先不要討論 我們就把它反揮 那台歌大從台灣之星得來的頻段呢 主要就是這個黑框的這邊 有一個Band 7 還有這個台歌大原本 N78的一個5G頻段 而遠傳從亞太得來的就是這個 TDD2600整個40MHz 所以這邊我們稍微一味轉換一下 各位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有新的 5G CEA可以組了 就不再只有中華的這個N1加N78 你看下面台歌大這邊呢 就可以結合 從台灣之星拿到的40MHz 組成這個N78加N78 而遠傳呢 從亞太這邊拿到TDD2600 也可以組成 N38加N78的 N2 CEA 你看這樣子三家的 這個頻寬的差距就變小了 特別是這個 遠傳的N38加N78 這個潛力就蠻大的 而且這個就是真的都是 實際的頻段了 沒有再跟4G做頻譜共享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5G的網速呢 都可以 透過NRCEA來得到提升 那對於更後期的情況呢 這邊我們也做了一個預估 首先是毫米波頻段可能會起用 但是因為毫米波的頻段 它的涵蓋很小 基本上還是在少數幾個人潮熱區開放啦 所以這個我們是不用那麼急著去管它 主要的另一點是說 之後3G會做關台 那3G關台呢 在這個2700MHz 就有更多的頻譜可以拿來重新運用 所以這邊呢 台各大有可能會把2100也拿來開 DSS的訊號 那遠傳也是喔 特別是遠傳的官網也有寫到2100嘛 所以這時候2100擴頻成15MHz 也可以以DSS拿來開出5G的訊號 而對於老大哥中華呢 這潛力就是在M8這一塊 那也是DSS 因為3G關台之後呢 通話就是要靠4GVOTE 所以中華不可能把900捨棄掉 因為他還是要有一個低頻 來做通話涵蓋的支撐 所以也只能開DSS 只是說對於4G、5G頻寬不一致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開DSS 這個我目前還不清楚 不然像說台各大這個2100啊 總共頻寬是25x2 那5G是可以一次開出25的 但是4G只能開20 那有沒有辦法這個DSS是4G20MHz共用 然後5G又另外開一個25 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中華的M8也可以這樣子 5G開20 然後4G是兩個10 甚至是遠傳這個700MHz也是可以 5G開25 然後4G開20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 我目前還不知道 這個我再去研究看看再跟各位報告 或者說有在關注最新標準的 也可以留言分享給大家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開 所以到後期呢 這個CA組合就會變成中華電信會有 N1加 N8 加N78 然後遠傳則是有 N1加N28 加N38 加N78 台灣大各大有 N1加N28 加N78 加N78 甚至一些地方還可以吃到 毫米波的頻段 這是未來後期的一個 NRCA的狀況 當然這個都僅供參考了 都還久了 還沒有那麼快 但是呢 現在既然在開這個 NRCA了 那離這個SA獨立主網 還遠嗎 你可能會說 開NRCA跟 賣向SA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NSA 我們是採用這個 1NDC雙連結 這個1就是 E Ultra 4G N就是5G NR DC Dual Connectivity 雙連結 所以測到的網速呢 基本上是 4G加5G 疊加起來而成 那當你賣向SA之後呢 就跟4G的機器台 不再有關係了 所以假如說 今天SA 沒有NRCA的話你就只有一個 N78單屏 那你的網速極限就是剩1350枚 有沒有發現是比以前 NSA跟4G網速疊加起來 來的慢 所以SA當然也會有所謂的NRCA 像現在中華N1加N78 加起來就變成1680枚 甚至說之後政府可能還會有下一波的5G視照 比方說先前流傳的可能是視照N79 這個是4.5GHz的頻段 那可能又會再加一個NRCA的頻段進來 那網速才會更快 所以現在開始開NRCA呢 也就意味著離SA又靠近了一步 那為什麼要邁向SA獨立組網呢 用上SA之後有哪些好處 不然你說 現在5G建的夠多了 好像也沒有說到很難用了 首先就是 SA獨立組網才是有真正的5G核心網 不然現在這個5G都是依附在4GEPC上面 所以當時也有宜派人要說NSA是-5G SA才是真的5G 就是因為5G核網是SA才有 那有了5G核網之後 我們就可以實現5G的另外兩項特點 這個圖大家都已經看到淡掉了 5G三大特點 高網速、低延遲、廣連結 那現在NSA呢 只能實現高網速 那有了SA 就可以 實現另外兩項 那主要的關鍵技術呢 其實就是這個 網路切片 這個必須有5G核網才有辦法做到 不然你看高網速、低延遲跟廣連結 這三個本身是沒有辦法同時實現的 它是透過一個架構 然後用網路切片方式針對不同的客戶 今天這個場景要低延遲 我就分配一部分的資源 專門給你使用 然後幫你實現低延遲 這樣子來達成 那實際應用面來講呢 好比說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辦一個活動 然後需要租用網路 那以往要辦網路就是 用有線的 但是萬一那邊又沒有光線的話 其實就很麻煩 一般來講主辦方又會覺得 行動網路不太穩定 所以大部分還是都會堅持說 我就是要辦過網 沒有光線 那個銅欄電話線給我拉個好幾路 我也是要辦 但是現在有了這個 5G網路切片呢 我就可以客製化 推出一個 保證的頻寬 比如說有100Mbps 就等於切出一塊資源就是專屬它的 就避免說跟一般的 5G手機 去共享這個資源 那或者說一般的情形 像現在 中華的這個光世代不是大降價嗎 但是還是很多人看得到遲不到 說我這邊 已經10年了都還沒有光線 對於這種情況 其實也可以用5G來代替 固網 就是所謂的這個 FWA 就是固定式的一個無線接入 這個網路是 放在你家裡當固網 但是它的源頭是無線 這樣子就避免說有些地方 光線 沒有辦法布 還是說你家的這個管道 塞住了 光線穿模進來 就可以利用這種FWA的方式 然後也是配置一個網路切片 甚至說這個方案的細節你可以客製化 比如說有人要 打遊戲的方案 可能要求這個延遲要比較低 等等的 實現說你是用無線的網路 但是也有固網一般的品質 那這個是5G SA的特點 那如果說一般人只看我們手機上網的話呢 SA還是有好處的 首先就是更穩定的基站連接 那時候NSA剛出來其實 整個情況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4G 跟5G的涵蓋範圍不一樣 然後又有所謂跨站的連接 那時候你在移動中 4G 5G基站切來切去 4G基站換了 然後5G被迫斷開 那個不穩定性是非常嚴重的 這也導致你的手機 頻繁的耗電跟發燙 那SA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徹底擺脫這個4G基站 我們只要看5G的部分 那加上現在5G也見的比較多了 這種不穩定的情況 就會改善很多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 上行的2x2MIMO 因為我們現在NSA架構呢 手機的上行天線呢 主要一根是對4G 一根是對5G 那邁向SA之後我們就不用再跟 4G基站進行溝通了 我們就可以兩根天線 都對5G 就可以實現所謂的2x2 MIMO的上傳 那因為5G頻寬很大嘛 所以上傳速度就會很快 以中華電信來說 中華電信的N78 N78的上傳大概可以跑到150Mb 單天線就可以跑到150Mb 所以現在如果變成 2x2MIMO的上傳 就可以跑到300Mb 那你說兩根天線都對高頻 那不是應該 更耗電嗎 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平時使用的時候 只啟用一根天線 是當你有大量的上傳業務的時候呢 這個2x2MIMO才會啟用 而現在NSA的情況是你的手機 只要是連接的狀況 你就必須跟4G 也必須跟5G雙向通訊 所以才會說這個耗電和發燙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的 這個就是5G SA的一個優點 那說了這麼多 這個SA到底是開了沒有 實際上呢 這個SA三大業者 早就都已經開了 其實都還不讓我們連接而已 這邊再次推廣一下測速頻道 這個5G SA呢 我們也都有在監測 三大我們都測試過了 但是目前都還沒有開放給一般用戶來做連接 這邊我們也放了一些信領的截圖 像這個是遠傳的 那因為遠傳跟亞太共用了 所以你看到他是46605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SA的機器台證號是有7嘛 但現在4G只有6嘛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他有發起這個註冊 結果註冊之後呢 這個機器台就直接不理你 所以就沒有下文 那中間這張圖是台格大的 台格大基本上很早就在國父紀念館附近是有開這個SA 那剛好今年那個台北燈會又辦在那邊 所以那時候就剛好順道去測試 這個機器台好一點 發起註冊之後他有理你 但是他把你拒絕掉了 No suitable sales in this tracking area 不讓你連接 那中華的SA比較特別 中華的SA目前收到的 反而是N1-2001的頻段 特別是像現在地下的捷運都有N1的涵蓋 我就發現中華全部都有開出這個 SA的訊號 但是一樣是不給你連的啦 Service Limited 服務受限 只是你看用NetMonster已經可以看得到這個 5G SA2000億了 這邊也有基站的號碼 但是都還是沒有辦法註冊的一個情況 但是最近呢又有新的跡象 顯示SA可能真的就 快要開了 那就是所謂的 SIP24 因為我們現在的5G還是NSA嘛 那要怎麼記錄到SA 就是透過這個4G基站 下發給你這個SIP24的信力 這個SIP就是System Information Block 就是記憶台一些系統的訊息 那透過這個SIP24呢 就可以指引你的手機要記錄到哪個SA的一個 5G頻段 那最近呢 艾成就測到 那之前其實也有零星的測到這個SIP24 但基本上都是在台北 直到說上個月咱們台中 有一些站台也可以看得到SIP24 那SIP24點開來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長右邊這個樣子 它裡面其實就是指示你5G的頻點的一些接物的資訊 像這邊有630912就是N78的 然後432290就是中華的N1 所以中華就是這兩個平台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些接物的門檻 各位可以看到接物的門檻是-94 加上FreshXLaw 2乘2 90dbm 其實設的還蠻高的 當然這個他們只是在測試 這個各地方的參數也都不一樣 而且相信以後 開台還會做調整 就是給各位看這個 SIP24裡面會長這個樣子 它會指示你一些 5G接物的一些參數 那當然也不只中華啦 台各大我們也測過SIP24 只是說字典這些都是在台北測的 你看站號是110 那現在台中有幾站能收到中華的SIP24 那感覺就是 離SA開台又 更近了一步 那收到這個SIP24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下發這個 RRC Connection Release 然後裡面呢 它有指引你 Redirected Carrier Info 是NRR15 這個就是5G SA的 它幫你導向 連接5G SA的630912 就是N78的頻段 LTE的基站 幫你把連線式放掉 叫你去連 5G SA的N78 所以可以看到在這之後呢 收的信領全部都是收5G的信領 都是NR 但各位看到怎麼只有MiB跟SIP1 怎麼沒有其他東西呢 原因是因為 當我們收到MiB 第一個MiB的時候呢 打開來看 你就會發現它設定 Sailbar的 就是禁止連接 所以自然而然就沒有後續了 就是不讓你連 那從這個LOG檔來看呢 它也會有個事件就是 LTE to NR Read的Value 就是從4G導向5G SA 可是失敗 所以之後呢 又回去重選4G的站台 所以結論就是 SA目前還是不給連 但是竟然有在做這個測試 應該就是 快要讓你連接了 因為 以這種情況 你的手機其實是已經會有短暫的斷線了 因為我們剛剛說 它把連線釋放掉 要你去連5G 你會真的去搜尋5G 然後發現Sailbar的 然後才回去找4G 這一兩秒鐘的時間 你真的是會斷線 然後去看到這個 5G SA的一個情況 也許主要還是因為另外兩家在合併 先把這個合併的事情 搞完再來搞SA 不然他們這麼早就在測試這個SA 也測試太久了 那影片最末呢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些 毫米波頻段的一個情報 那在CNN層面來看呢 其實中華電信 在很早的時候 就有一些站台會request N257的一個頻段 也就是毫米波 這個就是基站下發 這個UE Capability Inquiry 就是查詢你的手機能支援哪些頻段 你就發現它有下發 這個NR-BAN的 257 而且不少的站台都有了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毫米波這麼快就要部署了嗎 可是問題是說 目前在台灣上市的手機 也都不支援這個毫米波的頻段 你說iPhone 15有支援 那個是外國版的iPhone 15才有支援 在台版上市的iPhone 15 也是沒有支援這個 毫米波的頻段 那目前為止呢 唯一有NCC認證的 其實只有一支 就是華碩的這個高通骁龍機 Snapdragon Insiders 只有這一支 是支援毫米波 而且有NCC認證在台上市 其他的都沒有 只不過這支手機 當時賣到4萬多塊 真的是天價 那現在呢 在PC用室還有在賣這個福利機 是2萬億左右 那艾珍其實今年也買了一支 不過是買二手的 只是剛好一買來就碰巧遇上那個 華碩的那個解鎖工具伺服器故障的問題 所以我沒有辦法解鎖 就沒有辦法Loot 那就沒有辦法鎖平斷斷幫大家測試 這個就只能再等等看 但是即便說沒有手機可以測試 我們還是可以看基地台 因為有毫米波總要架設 毫米波的天線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路上的基地台 到底有沒有架設這個 毫米波的天線 只不過因為毫米波是超高的頻段 就28G 所以他的天線基本上會 很小一支 那我們用眼睛看或者你用手機拍照 要看得清楚還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一直說我想要買一支那個 三星的那個Ultra的機種 他有那個10倍光學變焦 就非常適合來拍這個 記憶台的天線 所以各位看到這些圖呢 其實不是我拍的 這個是我們 影片一開始提到的這位網友 叫做李重重 也非常感謝他的分享 那現在各位看到這些天線呢 怎麼看是不是毫米波的天線呢 我們先來看中間這一張 這個一根長長的 然後下面有接 很多條溃染的 這個就是一般的 4G的天線 下面會有很多條溃染 連接到這個 RRU 那右邊這個比較接近方形的 然後下面大概只有接兩到三條線的 這種就是5G的天線 那你會發現他的厚度會比較厚一點 因為他是集成4G RRU的功能 這個是主動式的天線 也叫做AAU 所以他就不會有溃染 他下面連接的是直接是電源線跟 光線的線路 那各位再看到左邊這張圖 這個天線是什麼天線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個也是5G的AAU 但是各位看到上面這一個 這個天線更小一支 這個就非常有可能是 毫米波的天線 那左邊這一根就是什麼呢 這個好像也蠻小隻的 可是因為他下面接了很多條溃染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4G的small sale 這個應該是邰哥大的門市 還有一個4G的小站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這一支 就非常有可能是毫米波的天線 然後再看右邊這張圖 這個長長的下面很多條溃染的 這個都是4G的 但是各位看這一支 這一支也非常有可能是 毫米波的天線 那這邊還有一張圖 這個長長的好像線都已經沒有了 這個應該是廢掉了吧 但是主要是這邊有一個小的天線 這個有點太小了 看不是很清楚 長的也有一點點像毫米波的天線 因為像 其他國家也有開台的嘛 你們可以去看外國人家測速的影片 那個毫米波的天線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他就是會更小一支 所以你會發現毫米波的天線 也巧巧的在部署當中 只不過他有沒有發出訊號 我看不出來 因為沒有手機可以測 但是我們的測速頻道 一樣有在幫各位關注 所以有些地方有新色毫米波天線 我們有特別把他拍出來給各位看 特別是像這個台北車站大廳 各位知道台北車站大廳 他是直接把室外的記憶台放在裡面 那今年5月路過的時候 就發現 他怎麼多了一支白色的天線 你看我沒有Ultra手機 拍起來就是這麼的模糊 然後再對比今年2月 那時候看還沒有 然後5月就冒出一支白色的天線 這個感覺就是 毫米波啊 這個真的太狂了 我忍不住誘惑 所以後來 我又去買了一支 美版的三星 Galaxy S22 Plus 因為美版都是有支援毫米波的 但是美版的三星手機是不能解鎖 只是說 這個網路信號大師 他的電腦版 可以透過這個高通Modern的一個 調適模式 透過電腦連接 是可以看到信領的 那時候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買一支美版的 然後 帶著這個小筆電 去坐在台北車站大廳的地上 打開筆電來做測試 就是現在看到了這個畫面 各位看一下他軟體的介面 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 中端的型號是 三星的 Galaxy S22 美版的這個結尾就有一個 U1 只有這個型號才有支援 毫米波的頻段 那從這個5G頻段也可以看到 他確實有支援 N258 N260 還有N261 這就是毫米波的頻段 不過三星自從那個 Bandor Selection 被隱藏起來之後 就是真的完全不給鎖屏 所以在沒有路程的情況 其實是沒有辦法鎖屏 這個GoGo只是夠好玩 他沒有真正的功能 好然後就很高興要測試 結果才發現 這個基站Request的頻段 居然是沒有毫米波的頻段 他只有Band1 然後還多一個Band77 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Band78 其實77跟78也是有重疊 只是他居然沒有Request的 Band N257 還是說那支天線根本不是中華的 可是我測遠傳 邰哥他也是沒有 這個附導是不是故意不給臉 還是怎麼樣 他反而 已經看到毫米波天線的地方 然後基站不下發 N257給你 只不過說以這個場景 基站就算有下發N257 我覺得也有可能會有連不到的問題 因為實際上呢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頻段 這個美版的這個 S22 Plus 他其實只有 N58 N260還有 N260 有沒有發現他是沒有N257 那實際上N257跟 N261他是有重疊關係的 各位可以看到N257的頻段是 是26.5G到29.5G 而N261是27.5G到28.35G 所以N257基本上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這個情況就類似於 雅太這個Band 38跟 Band 41 就是兩個頻率是有重疊 其中一個把一個包在裡面 那這種情況呢 站台一般會下發一個叫做 Mati Band Indicate 來指引你說這個平台是有包含多個頻段號碼 比如說雅太這個Band 38 他就會指引你有這個 Band 41 所以假如說你今天手機 他設定成沒有Band 38 但是他有Band 41 他一樣看到這個信應他就可以用Band 41 然後去對應他的頻點 來做截錄 所以以這個場景呢 即便中懷有下發N257 他也要再質疑你有這個N261可以用 不然還是可能會出現 這個測不到的情形 只不過這個北車大廳不知道怎麼了 沒有下發N257 後來又再去那個 中正紀念堂那個自由廣場那邊去測試 但是很抱歉我們一樣是沒有 測到毫米坡的訊號 所以這個測試暫時就告終了 我們還是等那個華碩的解鎖工具趕快修復 然後再幫大家測試這個毫米坡的一個訊號 到底有沒有開出來 所以對於毫米坡的表現呢 我們暫時就還是只能欣賞剛剛出現的這兩張圖 但是我們剛才講過了毫米坡 毫米坡畢竟是用上這個28G的一個超高頻段 所以他的衰減是很快速的 那他只適合在這個 人潮的熱區 去做部署 因為他的涵蓋範圍大概就是一兩百公尺而已 真的是很短 所以美國這個5G政策才會失敗 這個真的只適合一個熱點的部署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剛剛有提到就是毫米坡可以適用於NSA 也可以適用於SA 所以像台灣這個毫米坡有人說要開SA 才有辦法吃到 這個是沒有一定的 在NSA的情況下也是可以收毫米坡 而且國外不少電信商的毫米坡其實也是部署在NSA的一個架構 然後毫米坡的頻段一樣剛剛有講過了 目前最大就是400MHz 所以你們要看看有 4個100MHz的載坡 去做疊加而成 只不過因為這個頻關真的太大了 所以其實毫米坡一般我們會搭配這個band width part 來做動態調整 來避免說在沒有很大量數據傳輸的時候 也會有耗電的情形 會搭配這個band width part 動態接收 某一個局部的一個頻寬 這是關於毫米坡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能看到這邊也非常的感謝你 我們真的是閒聊了蠻久 那回來小潔這篇中華電信的新聞稿 基本上 他說率先導入5G、2CA、雜播聚合 如果你不把N28當假5G的話呢 其實 台歌大在去年 就已經先開出來了 中華並不是第一個 那中華這個2CA開在哪裡呢 裡面主要是寫到重要商圈、大專運校、 科技園區跟國道服務區 那其實主要就是在 迅物量比較大的 戶外 N1站台 有先開出來 那應該還會在持續的增加中 那至於說為什麼連到5G、2CA後 4G也少一屏呢 主要是手機 支援的一個技術限制 並不是中華電信 故意把你砍掉一屏 因為手機就沒有辦法支援這麼多的一個CA頻段 那對於速率的部分呢 雖然下載的理論速率又提升了10%以上 但是我們知道有這個AMBR的限制 所以你基本上是 跑不到2G的速率 最高呢就是1.6G左右 OK那今天我們就聊到這邊 想知道更多的電信相關影片可以持續的關注 或者到我們的測速頻道 第一手的一個電信測試都在上面 幾乎每天更新 非常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愛蓁 我們下回見